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西身为今年的新秀表现相当不错 季后赛他的出场时间5到13分钟 场均得到7分2篮板以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超过45% 三分球则接近37% 和常规赛比起来 马克西总体的进攻效率还有一些提升 马克西是一位持球进攻能力相当不错的球员 身为一个后卫 他以个人进攻为主 投篮技术扎实 突破手段丰富 他的身体素质也不算差 突破第一步速度不算慢 身高1米88的他 体重超过90公斤 力量对抗也不差 第四节他多次限制特雷扬的突破 给特雷扬造成了一些压力 马克西或许能在攻防两端成为76人的骑兵 今年常规赛马克西曾多次打出高光表现 身为一个年轻球员马克西并不怯场 面对强大的对手 他反而能打得更优秀 今年1月10日对阵绝筋的比赛马克西单场轰下39分 让不少球迷吃了一惊 5月17日对阵魔术的比赛 马克西又得到30分 单场命中11个运动战进球 要知道76人是恩比德和西蒙斯的球队 即便这两人不进攻 哈里斯和库里也会承担相当多的进攻球权 马克西身为一个一年级新秀 居然能单场轰下39分以及30分这样的高分 这足以展现他优秀的进攻能力 抢7大战76人有足够多的理由使用马克西 他在场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多帮助 其一 他在场时76人5位球员全部能投篮 他替代西蒙斯厚恩比德的进攻空间就会更广阔一些 无必再担心空间受阻的问题 马克西既可以无球投射 也可以完成一些持球投篮 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终结点 其二 马克西在防守端拼近十足 他的身高体重相较特雷扬似乎还有一些优势 他是防守特雷扬的不二人选 即便防守效果不好 多对他进行一些消耗也是不错的结果 最重要的一点 西蒙斯这轮系列赛基本可以用毫无剑术来形容 单看数据 西蒙斯厂军12.5分7.9篮板 8.5助攻1.3抢断的数据不算很差 但是进攻端西蒙斯没有投篮 拖踏空间 防守端面对特雷扬西蒙斯速度不够 重心高容易吃挡拆掩护 防守效果可能还不如马克西 西蒙斯到了第四节最后 时刻还经常被老鹰故意犯规 他的罚球时好时坏 今年季后赛 西蒙斯的平均罚球命中率低到不忍直视 一个控球后卫 平均罚球命中率为33.8% 换言之 只要让西蒙斯罚球 这次进攻大概率会被打断 76人承担不起这样的结果 所以尽早弃用西蒙斯 改用上一场表现出色的马克西 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马克西毕竟是一个年轻球员 在抢7大战这种关键场合 马克西也有可能手感冰冷 状态失常 76人并不缺后卫资源 即便马克西状态不好 也可以换老将乔治希尔 乃至防守汉将塞布尔 总之 变阵的核心因素 就是给恩比德拉开空间 西蒙斯只要上场 就会拖沓空间 没有了进攻 空间76人的进攻 就会陷入停滞 对他们来说 这是非常不利的结果 76人进几个赛季的选人眼光 一直不差 马克西能在季后赛 打出优秀表现 是他个人实力的最完美佐证 也许抢7大战马克西 会成为76人的骑兵 帮助76人成功打进东部决赛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认为马克西下一场比赛 应不应该顶替西蒙斯 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